各位網友大家好 OK仔 給大家看看國際新聞 國際新聞方面有多少大新聞 英國外相準備仿華之際 英國下議院竟然表明 首次說到台灣是獨立國家 說這種話 有沒有搞錯 分裂我們 你真是想死 會不會是查理斯的主義 稍後跟大家一起看看 另外日本方面更加誇張 日本有位政客在電視節目說 現在說中國遊客入境日本 要飲喝廢水 吃福島海產 你不吃就不讓他來 為什麼會出這樣的言論 引起大家相當關注 另外也會和大家看看英國方面的亂局 竟然到處搶電話 很誇張 還有其他多災多難的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多謝大家支持 先和大家看看風暴消息 因為現在 我也跟五仔說 留意一下 打風 因為 四個風 有一個洞遊 不知道出去了哪裡 那個都可能 不是很大影響 但是三個風 一個 就預計催去廣東省沿岸 即是和香港有關 有一個有機會催去沖城 有一個會催去九州 根據日本氣象廳表示 在日本燕南 其中有一個休克群島 附近有一個熱帶低氣壓 未來24小時之內 已經會增強成為熱帶風暴 改名叫紅硬 目前預料這個熱帶風暴 就會催去日本九州 隨著這個新的風暴出現 就會和現在海葵和蘇拉 產生成為藤原效應 互相拉問你 我又飄移 這次真的 預計三個風暴的移動地方 更難預測 那當然 當然 就是互相影響 當然不是騰原托海的騰原效應 說笑 飄移 其實是會做互相影響 兩個軌跡 叫作颱風 會跟著大家 在那裡 自轉弓轉的類似 所以 二棟路徑是很難預計的 我們看看日本氣象廳說 風暴海葵 預計在9月1日 抵達沖繩 中心風力預料增強到時速180公里 我不用說要快點買東西吃 因為沒東西吃了 充電電話、充電器等等 2日就會離開沖繩 隔幾天 紅岩就會去到九州 日本同時受到2個風暴吹襲 有人會立即說 等他死了 黑廢水 現在的天都收他了 你喜歡這樣說也沒辦法 反過來香港無辜 會不會有變數呢 風也有機會可能有變數 風也好像無定向風 說完這宗新聞之後 跟大家看看 這位日本政客 近期 日本電視台有一個節目 就說針對中國全面禁止日本進口海產 兩名日本政客 提出 要對中國遊客進行報復 其中一位 就是前大板虎知事 橋下設 他就說 中國遊客 如果 他膽敢踏入我們日本境內一步 很簡單 給他來 但是要求他 飲用核廢水 還要吃這個福島海產 就說 最少 每人給我拍十隻福島 扇貝利才好給你入境 然後再直播他們狼吞虎宴的樣子 還要說 很好吃 很好吃 這樣 你真是有了 戰格到你 大人的事很好吃 這樣 哎呀 真是 神經病 向全世界播出 這位前大板虎知事 更加這麼說 就說 反正 之前的香港遊客來 都說好吃的 吃吧 全部免費 請他吃 怎麼說呢 喂 又放香港人 又放上桌 將香港人又放上桌 很深 你真是怎樣 你是不是想連香港人都 不過來日本 每次都有什麼事 抬香港出來 你看香港人都很喜歡吃 你們中國那邊吵吵吵吵吵 可能他是想這樣 在分裂我們 不可以的 這樣去傷害我們 大家之間的感情 不可以的 更加彌補到 說到 中國旅客入境日本之後 很簡單 首先把巴士載他們 去覆道一轉 你真的 這樣的事都做得出來 你車你車你一轉 我真是癡筋的 連前 宮崎縣之士 東國 袁英夫 在後面也撿口水尾 他說這些都要在辦簽證之前完成 中國人下飛機直接直送 福島核電站 強迫中國人在福島 福島的海裏面游泳 表演跳水 更加就說大膽吃 那麼多壽司都是福島做的 快點吃 然後兩個格格的笑 嘩 他是不是喝大了 現在這些影片被人播出來 這些就是大家挑起 民族之間的矛盾 我建議他們 收下你的嘴 這個時候 你在說這些事情 大家不就在這裏吵 說別人來什麼 別人來就來 不來就不來 是不是 這些事情就由現任政府去處理 真是 說到 很多內地網民 就說他們的笑聲語氣就像日本侵華那些嘴唸 無恥到極 難怪內地現在又說要反日 又說要禁日本什麼什麼 又說要禁日本什麼什麼 真是 印度神童經常說的 那些政客當權 要留意一下 因為始終都會受到可能當前的問題 影響到他的判斷 這些 兩位政客 他不知道是喝大了兩杯 還是怎樣 說完這些東西絕對是傷害 兩個國家的人民的感情 好了 說完 這件事件之後 亦都給大家看看 國際原子能機構 現在就出來了 就說 日本排入海的福島核污水放射性物質穿 濃度比預期低 會對人類不構成風險和 格羅西 這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 就指出 截至目前為止 他們確定首批排放的核污水 沒有包含任何 有害水平的放射性核元素 排放初期就似乎 是非常之符合的預期 他們會繼續持續監測 直至最後一滴 排到下海為止 有排 三十多年 你真的不停動人在這裏 儘管動人在這裏 好了 跳一跳 去回美國 美國因為北卡羅里納 教堂山分校發生槍擊案 而涉及的就是兩位華裔 一位是槍手 一位是遇害的 這位槍手 34歲 說到現在的背景曝光 除了他在武漢大學畢業之外 原來 這位空手和他弟弟 兩個都是用同一個分數 考入中國的重點大學 更加當時 亦都被中國傳媒報導過 他們兩兄弟 是故鄉之光的 這位槍手 疑空 和他弟弟 只差兩年 他自己在09年 獲得603分 高分 想考入天津大學 但取錄不成功 他選擇了重讀 他說家人比較窮 所以 再試試重讀 最後兩兄弟 一起 高考的分數都624分 國科成績都很類似 後來 哥就在武漢大學 物理科 物理科學和技術學院取錄 弟弟就被西安交通大學能源動力系 和自動化專業的取錄 為何現在還未知道 究竟什麼事要行兇 真的要有待 當地再調查一下 講完這宗新聞後 跟大家看看英國 英國外相 其暫名 將會 進行正式訪問 對於中國 亦是五年 第一位踏足 北京的英國外相 他 曾經跟記者表示 會跟中方討論氣候變化 烏鵝戰事 甚至中英有嚴重分歧的問題 包括香港 要求中方撤銷對五名英國議員的制裁 外交部發言人 我們的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回應 關於香港 新疆的問題 不關你的事 中國來政 當然 你看得到現在英國外相訪華 打算破兵之類 但是奈何 在外相訪華前夕 英國夏議院的報告 第一次 說台灣是獨立國家 你這樣說話 真是離譜 這是甚麼報告 你們現在在破壞中國 你知道 大家都是自己人 你現在為甚麼承認他獨立 這些傢伙台獨 台獨份子 真是 你會讓他來 真是奇怪 我們先看看 英國夏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 就著英國外相期暫名 出訪之前 發表了一份報告 就說 台灣已經是一個獨立國家 命名為中華民國 報告就說台灣具備國家的資格包括 永久人口、明確領土、政府 以及 跟其他國家建立的關係 亦都說到這個說法是英國議會報告第一次作出這樣的聲明 而他們的委員會主席科恩斯也表示 英國承認中國的立場 但是外交事務委員會不會接受這一點 這位 委員會主席希望他們的外相 是否在中國大大聲聲堅定地支持台灣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真是想死 要抓他 國安法 很離譜 分裂我們 完全是 不得了 這種 突然間出這些說法 都是有些巧妙的 每次都奇怪 等於是美國一樣 你看拜登 走去 聊天 或者就算他們派 第三位 高層 中國訪問 轉頭 另一邊的議會或者出現了一些 另一種的說法 完全像反調 又說拜登的看法 又說拜登講中國不是 完全是火上加油 他們 他們真的不是想著 降溫大家 做生意 這種說法真的不能 看看中方又如何處理他們 不會 怎麼做 這麼多話說 另外 看看美國 美國的 治安都很差 現在說到在芝加哥 有美國記者在街頭報導 關於他們當地的治安問題 想不到 恐怖了 他都成為 拆人的目標 真是 在《衛報》的報導 西班牙語的電視台 Universion Chicago 一名記者 和一名攝影師 在凌晨5點多 去了 芝加哥的西鎮 準備拍攝 一些搶東西的報導 打算播真話 想不到 真是被他報導 有一部黑色的旅行車 和一部黑色的私階車 突然之間出現 然後有三個 戴著滑雪面罩 握著槍的男士 下車行劫 逃去無蹤 除了 財物之外 連攝影機 和其他東西都被人搶走了 嘩 嘩 你想想 他們 放在這部車 打算拍攝 轉過頭 真是引到那些賊 就搶他們的東西 嘩 真是恐怖了 他們現在說到 頭都戴上了 美國方面的治安 也引起 大家都憂慮了 除了 英國的外相訪華之外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說出一個說法 亦都引起外界的關注 英美現在在一起 在中國的地頭玩東西 說這些大型不慘 什麼事呢 這位商務部長雷蒙多 在日前 指出越來越多美國企業 聽到中國 不適宜投資 這種說法 真是離譜 不適宜投資 嘩 那又怎樣 叫人不要去中國投資 嘩 而中國歐盟商會就說 不會用不遺 投資去形容中國 嘩 等同有些地方 那些旅遊警示 紅色 你明白嗎 現在這位雷蒙多 不知道 又引用那些 據消息人事透露 聽聞 這樣 不知道是不是把心裡那句 說了出來 嘩 變相 即是怎樣 過來你不是談生意 反而就在 搞屎龍棍 趕他走 另外 亦都和大家 看看 美國 將會部署 幾千部無人機 抗衡中國軍隊的數量優勢 這樣說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美國五國大樓 他們就表示 未來兩年 將會部署幾千部無人機 去抗衡中國軍隊 關於人員 軍事裝備的優勢 美國國防副部長 希克斯 在華盛頓 一場軍事科技會議上面指出 北京當局的主要優勢 大規模 軍力 更多船 更多導彈 更多人 美國就會用自身的大量軍力 去抗衡 中國大規模的軍力 但是 始終現在這個世代 已經是進化的 不是 對大型的東西 被人看得到的 以前就是 人海戰術 然後再進一步就是 飛機船大炮 現在再進一步了 因為你飛機船大炮 每個人都在天空看到你的 其實就等同無用 所以現在再變成無人機 無人機 又不需要人 就算打爛了一隻 也很便宜 又訂一隻上去 甚至乎一大量 無人機 控制那個 在遙遠的 他們的自己的領土 這樣控制 其實是很安全的 對於他們的損耗 也比較少 其實 為什麼美國現在才說 你現在才部署那麼多無人機 內地也有 其實美國也用了很久 無人機 但是某程度上 的確 那部MQ-9 他們做了很多不同的軍事任務 在軍事任務 他們也取得成功 但是我覺得 最大的實驗場所 就是在烏克蘭 他們在烏克蘭投放了那麼多資源 現在拿到那麼多數據之後 他們改良完那些無人機 可能會出一隻新一批的無人機 出來也不停 這些無人機去部署 整個亞太地區 你知道現在 美國也挺兇的 第一島鏈 他用這些在戰場上得到的 訊息 數據 從而防範 未來將會出現的 無法估計的局勢 甚至乎 可能將來未來日子 有機會真的打仗的時候 出現了 無人機大戰這件事也有可能的 說說無人機 你可以看到 現在無人機 夜襲俄羅斯 普斯貨庫 軍用機場 現在烏鵝局勢 繼續用無人機進行轟炸 因為 人有限的 我一個人 可以控制很多無人機 爛了一部就再來一部 但是人沒有了就沒有了 看得到 這件事 普斯科夫機場 炸到肥子 沒有出了大量 濃煙大火 俄羅斯方面 一定會反擊 另外說英國 倫敦的治安很差 出現了電動單車劫匪 而那些 香港那些應該似是 內地的 原先單車在後輪上裝摩托上去,一給一支箭油那些 竟然用這個方法變相搶東西,有時候坐電單車後面找一個 但現在更方便一點,單車,你猜不到他真的好像貼椅一樣 你猜不到的情況下可以成為罪犯的犯案工具 你平時可能看見他踩單車沒什麼,只是踩單車 突然之間轉開摩托,突然變成電單車 一給油,一支箭油砍起來,然後就拿你的手 所以說給大家聽,出外也好,在香港也好 不要掛念在街上低頭玩手技,隨時被那些拆人有機可乘 更加你去到英國倫敦,旅遊更加要注意 因為近日出現了電單車結匪 有一條影片看到,有一個女子 獨行女子,在Green Park外的行人路 躺下頭看手機,想看手機 而說到那個匪徒,開頭是踩單車的樣子 就踩上行人路 慢慢靠近了這個女子,然後就搶了那部手機 更加一掌推了她落地,然後就著 穿個摩托,一支箭飆上去馬路上就走了 所以現在有網民說,倫敦那些搶劫案 就越來越猖狂 也有很多預劫的人士也是 倒下頭的情況下就被人搶了一部電話 所以大家出外真的要小心 然後Facebook說刪除了778個帳號和頁面 他們指出跟中國秘密外宣有關 因為Facebook沒有公司 攔截了一批中國帳戶 他們指出全球已知規模最大跨平台秘密影響行動 志在宣傳對中國正面的評論 並且攻擊美國西方外交政策 還有記者等對中國政府的批評意見人士 那些水軍 網絡水軍 現在殺了一堆 但是還有很多 另外 看看吧 在基庫出現了一宗自殺案件 這宗自殺案件就涉及他們的烏蘭政府的高層 所以為什麼近期好像出現了一些內部不穩的問題 烏蘭國家安全局特別通訊處副署長巴卡耶夫 上教懷疑不堪受辱 他日前在他們的寫字樓吞槍自殺 他留下一封遺書 裡面寫著 遭到有系統不公平對待 以及人類尊嚴一再受到侵犯 他將這個自殺的原因歸到上司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可能要調查一下才知道 另外 希臘的山火越來越燒得很厲害 現在說到那個範圍 比紐約更大 哇 糟了 那邊加拿大又燒 希臘這邊又燒 更加破歐盟最嚴重的山火紀錄 唉 真是 哇 頭都大 這樣消化地球就完蛋了 沒有了 希臘的山火持續發生 造成 暫時20人死亡 歐盟委員會表示 這場山火成為有紀錄以來 歐盟規模最大的野火 他們派了很多人去救 歐盟方面就指出 這場大火已經燒毀了超過810平方公里的土地 面積比紐約更大 哇 真的 你想想 整個紐約都著火 哇 都幾恐怖 末日降臨 歐盟的民防部門表示 這一場山火是自從2000年歐洲森林火災資訊 有紀錄開始錄得最嚴重的一場山火 那 糟糕 如果你在太空看下去 周圍都著火 那些毒煙周圍都著火 唉 真是可憐 另外也跟大家看看 有一宗新聞 大家都真的在出外要留意 早前 在九州的北海道 我忘記了 有香港人遇到車禍 就懷疑沒有遵守交通指示 那這些我經常都說 自駕遊 要小心 人生路不熟 你又不熟別人的交通規則 你又 其實我自己都不習慣 因為香港的紅綠燈 就是叫做 它動在左右兩邊 反而 日本 內地那些全部 你要惡高頭望 那 有一點點不習慣 但是 都要小心 所以叫你不要駕得快 在外國 這次就說到有一家三口 剛剛入境 美國幾個小時 就遇到車禍一死兩傷 唉 真是糟糕了 那 唉 真可憐 這些事件 也可以看到 有人說是福不是和 是和 躲不過 但是有些事是人為 駕車的事 其實很大部分都是人為 不是說 現在已經很少聽到 因為機器故障 而出到很嚴重 而是通常出現了一個 不小心 過路 或者只顧著玩手機等等 這些東西 所以也可以 告訴大家 尤其是現在這個環境 大家經常都機不離手 駕車的時候更加不要這樣做 因為很容易發生事故 你反應不切 你都不知道怎樣 看一看電話 前面有人 回答都回答不切 這些不是想著自己 年輕 或者說幾十年 駕車經驗可以的 不行 這些殺那奸的事 電光火食 不是說你的反應 來得切就來得切 希望路上令意外 大家就要注意一下 那今集先說到這裏 下次再說 拜拜